欢迎回到北斑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高雄的振兴路上 这里有一家日本料理店 网友评价说CP值相当的高 因为老板用了海胆 干贝 以及红干等等 九种海鲜来做丼饭 这些丼饭的配料 除了可以直接吃 还可以用烤海苔包着吃 分量多到两个人 分食也相当的饱足 不止如此 老板的握寿司 鱼肉 切得比醋饭还要大上两倍 吃起来超级满足 很鲜甜 真的会很像在鱼市场里面一样 真的 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吃 太多了 太多料了 让客人不知从何下手的豪华海景洞 到底有多少料 数一数九种海鲜 满满库盖住醋饭 有大片又鲜美的鲑鱼和红干 也有价位较高的加拿大海胆和鱼籽酱 以及日本北海道干贝 油脂较多的比目鱼齐边肉 比比勃勃的鲑鱼卵 东港鲑鱼泥 还有阿根廷天使红虾 确实料多澎湃 但最特别的是 老板还会附上小烤炉和海苔 让客人可以自己烤海苔 再随性包入海景洞的料 自制手卷 让吃一碗海鲜丼也能乐趣无穷 整碗份量多到就算两个人分食 也超有饱足感 价钱还不到四百元 CP值真的很高 料非常的丰盛 但是价钱其实非常的平时 可是它的海鲜料 又非常的新鲜 很鲜甜 能够压低价钱是因为老板心伪制 采购料理从从自己来 每天凌晨两点多就得赶到前阵渔港挑鱼货 那时候鱼船刚好陆续进来 鱼货开始陆续进来 我们要先到然后先挑 要不然三点多到的话 鱼货都被挑走了 当即最肥美的鲜鱼 老板首推恐怖的鸿杆 在挑鸿杆的时候要看它的肚 肚子看它的肉厚不厚 如果厚的话表示它很肥美 老板说挑选6到7公斤左右的鸿杆 肉质细腻度最刚好 切开来还能看见肉质 透着玫瑰般的粉嫩 但要鱼肉更鲜甜 老板的PPO就是将鸿杆送进 两度的冷藏室熟成两天 这个盖鱼跟那个牛肉熟成的盖鱼 有点类似 因为它新鲜的鱼 它肉质会比较硬一点 结果熟成的话 它肉质会变软 对 然后鱼的味道会比较重 以台东黄帝米做成的醋饭 老板不淋一般酱油 而是淋上自己熬的鰻酱汁 大概熬一天左右的时间 用鰻酱汁 是 因为怕客人说 自己酱油淋太多太咸了 所以我们会帮它上酱 澎湖鸿杆和挪威鲑鱼 老板豪麦切片 给料毫不手软 北海道干贝和比目鱼齐边肉 则是加入炙烧的行列 由九种海鲜组成的豪华海景粽 海鲜多到超出碗面 吃一口厚切的红干 肉质紧实有弹性 可以淡淡甜味 加拿大海胆味道鲜甜 没有药水苦味 加上丹麦鱼籽酱加持 咸上加鲜 煮到粒粒分明 有Q勁的醋饭 拌着鰻酱汁一起吃 微酸带甜 另一种吃法 可以用烤到微脆的海苔 包覆海鲜 一动两吃 让美味更加分 特量 因为我们两个吃 这样就比较刚好 就是生鱼片切得很刚好 然后那个酱也不是 就吃起来不会死咸 比较甜 甜甜的 第一次可以配上海苔 然后自己做成那个 手卷的样子还蛮特别的 高CP值的选择 还有香气十足的炙寿丝 几乎每一罐的鱼肉 都比醋饭还要大伤快两倍 真的很有仿足感耶 跟一般的生鱼片店比 就是它的大小比较大 然后又比较甜 对 然后就整个 整体的感觉就是比较优质 随着不同季节 老板还会推出时令菜色 像夏季限定的鰻鱼饭 就是用屏东养殖的白鰻 先烤 后蒸 再烤 才能逼出香气 夏季的话是日本人吃鰻鱼 最好的季节 因为它在夏天接近尾身的时候 它又要产卵 参冷之后它就死掉了 对 所以它在还没参冷之前 就是最肥美的人 烤鱼的鰻鱼口感软Q 鱼油甘香 滋味很肥美 喜欢创意口味的人 也可以点一份老板自创的 鲑鱼優格沙拉卷 以加州卷的做法 包入生菜和日本进口的 鲑鱼卵 最后再铺上鲑鱼片炙烧 淋上優格酱 滋味微微酸甜很开心 鲑鱼的嫩配上飞鱼卵的脆 吃起来逼逼勾勾的 相互交融 非常鲜甜 布置料理大分量有创意 价钱也很亲民 平均四到五人用餐 点上海鲜丼 满鱼饭 握寿司 石令烤鲜鱼 和唐阳炸鸡等七道菜 一人也只要300到400元 相当划算 靠着价廉雾美 在高雄迅速累积高人气 我们下期更新的地图 不就会确定 厉害 口令 准备 暗门 阳